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講到健康 本節目常常提醒觀眾朋友 白肉比紅肉健康 吃魚除了照顧心血管的疾病 對腦袋特別好 而且對於慢性疾病的這一個病患來講 魚肉的負擔也是相對比較低的優質蛋白質 那市面上很多職業婦女跟婆婆媽媽 最煩惱處理魚的 就是這個惹人厭的魚刺 魚是像我手上這樣子的鮭魚的切片 或者鯛魚的切片 是市面上許多觀眾朋友 最常使用到的魚肉切片 這一些簡單方便的魚片 到底怎麼樣健康生活來料理呢 待會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洪詠祥醫生 您剛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肝膽腸胃的肝科 醫生好朋友蕭多仁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心肝外科的醫生好朋友 袁明錡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許舒華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主廚好朋友 黃景榮師傅 大家好 當然也是我們的主廚好朋友 黃景榮師傅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洪醫師 其實我們身體每天都需要 氨基酸跟優質蛋白質 那尤其身體需要的 必須氨基酸 他事實上主要的食材來源 就是蛋白質 所以身體每天都需要蛋白質 那相對上魚肉 其實是以寶島台灣來講 又容易取得 那相對價位也不見得很高 特別是養殖魚片 實際上是很簡單 方便又健康的選擇 對 我們一直講說 那個優質蛋白攝取 對我們的那個人身體的健康非常重要 那蛋白質有哪些 豆魚豆 這叫豆魚蛋肉奶類 這些都是 那近年來 對魚類 我們講各種 其實營養學專家 把魚肉跟豆類的 那種蛋白質的地位 往上提升 但是我們每天攝取的 我們講說將近十份的蛋白質 你如果要多攝取的話 我建議還是從那個白肉來攝取 尤其是從魚肉 那魚肉我們講說 第一個 我剛剛大家看到 那個寧觀拿著 那個叫台灣雕 台灣雕就以前 我們小時候叫無鍋魚 小時候的無鍋魚 跟長大和無鍋魚差那麼多 小時候無鍋魚感覺就是 很便宜的土味 然後很難吃 很廉價很便宜 現在感覺就像那種 高級生魚片料理店裡面 端出來的那些魚 就是這麼漂亮 第一個叫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DHA 我們家小朋友 尤其是你家裡 其實從孕婦開始都要攝取 還有小朋友 他對於小朋友的 那個神經的發展 還有幼兒眼睛 是非常重要 現在你要把小朋友的眼睛顧好 因為他開始接觸這個世界之後 就是接觸一個3C的世界 第二個是 他有非常豐富的一個蛋白質 我們講說不管是你的免疫功能 我們講 我們有些傷口的修補 你感冒需要體力恢復 我每次只要有一些爺爺奶奶去生病得到一個肺炎 他有一個白蛋白整個就往下掉 蛋白質是非常壯 所以我們都說我們去探病都會買很多的蛋白質 給那個 那所以魚肉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蛋白質來源 魚類還有一個叫豐富的膠原蛋白 很多人說怕魚類有重金屬 所以會建議大家把魚皮割掉 可是誰會去特別喜歡吃皮 很多女孩子為了皮膚的漂亮都會專門去吃魚皮 因為他有豐富的那個膠原蛋白 那另外一個我們講說 另外一個叫做鮭魚 鮭魚在一個那個 我們講說一個生鮮 連鎖的生鮮料理 那個叫生魚片的 他說其實他們店賣最好的就是鮭魚 台灣人好喜歡吃鮭魚 可能他的那個油花還有那種口感真的非常讚 而且他刺比較少 所以大人跟老人跟小孩也比較喜歡 是是他們賣的第一名的就是這種鮭魚 他的Omega3那個不飽和脂肪酸也是特別豐富 尤其是老先生老太太在吃 他對於那些預防那些 我們想代謝症候群高血脂 還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叫EPA EPA在我們講DHA跟我們腦子會比較重要 然後EPA跟我們的血管會比較重要 他降低那個膽固醇 預防一些視力衰退 還有心血管腦血管疾病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叫維生素B群 尤其是B12 我們講說很多老年失智症 或認知開始在衰退的時候 常會問我們說要吃什麼 我大概也建議大家多吃一些魚肉 魚肉的那個其實B群豐富含量非常豐富 尤其是B12 B12對我們大腦對我們那個造學幫助是非常大 但他不只B群 他的ADEK這種脂溶性維生素也很高 他的一些礦物質 我們講鐵 鈣 鑫 鎂 這些都很高 其實我們講說魚類真的大家多多攝取 那我就舉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 有一天我的洗腎是有一個奶奶帶他的小孫子來 他小孫子已經小六了 可是他一進來我覺得我 我一直以為他是小一小二 因為成長發育就是很糟糕 那他就跟我講說他小朋友他的小孫子 從小那個腸味道就不好 那很容易過敏很容易生病 那到了小六 其實他不只生長發育他成績也不好 那他來找我是說 嘿 鴻醫師 我常看你在節目上講營養 你會告訴我 他現在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健康食品 可以讓他長高又變得比較聰明 那我就問了一下小朋友的飲食習慣 其實小朋友 他那個小朋友很喜歡吃白米飯 喜歡吃油炸的炸雞這一類的 我後來就跟他講 你就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每天必須要有牛奶跟魚肉 他就這樣子努力了一年 他在隔年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生國藝了 整個拉高 而且他講說他的 不管成績什麼都進步 吃魚肉喝牛奶 真的會變聰明 還會拉高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 你覺得他身高不如人 不要去買一堆很奇怪怪的保健食品 讓他吃魚肉跟喝牛奶 那問一下蕭醫師 肝膽腸胃科的醫師 基本上也推薦魚肉的優質蛋白質 魚肉的蛋白質 我想對於腸胃道的健康 比起紅肉真的要好很多 那我們先講一下說 台灣最常見的這個大腸癌 因為大腸癌大概這十年 都是台灣發生率第一名的癌症 那因為他節節身高 節節身高非常非常的多 那大腸癌的危險因子裡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喜歡吃紅肉的 那因為紅肉裡面說實在 太多飽和脂肪酸 對於腸道是不好的 那我們反過來講 吃白肉真的是 對我們的腸道有很大的幫忙嗎 在美國在前幾年就做過一個研究 假設你一個禮拜有吃三次的魚肉 比起一個禮拜吃不到一次的人 那得到大腸席肉的機會 下降百分之三十三 等於是三分之一的人 比較不會得到大腸席肉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大腸席肉佔了 大概未來得到大腸癌裡面 百分之九十都是從席肉轉過去 所以席肉下降以後 確實以後大腸癌風險就會下降 所以吃白肉顯然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要舉一個例子是 我這輩子診斷大腸癌最年輕的是二十歲 二十歲 那我要講一個是二十五歲的 這個人是二十五歲 他是彰化人 那他就北上到臺北來 當電子工程師 可是因為離鄉背景 他就都在都外食 平常日一到五在公司 他去自助餐 一定是紅肉都是紅肉 牛豬羊肉一定是他的主食 無肉不歡 禮拜六禮拜天就是素食店 麥當勞這些東西 一定要吃牛肉漢堡 全部都是紅肉 結果他有一天他就肚子痛 肚子的正中央不舒服 因為我是他的場醫 他都照醫務所來找我 那因為剛好醫務所有超音波 我想說既然都找不到 到底哪裡發燒 超音波看看 肚子痛 一看我肚子的正中央 有個五公分的腫瘤 五公分 那一開始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因為長得太中央了 電腦斷層一掃 從橫結腸長出來了 那後來大腸鏡 所以是結腸長出來的腫瘤 對 後來大腸鏡進去看 確定是大腸癌 好像才二十五歲 怎麼就只有大腸癌 看一看他就一直吃紅肉 一直吃紅肉 那還好 因為還算發現得早 年輕了 他算是2B 那就是第二期的比較後面 那開完刀以後做一點化療 也就解決了 那所以從這個歷史我們看的話 真的紅肉還是不要太多 假設希望保持腸胃道的健康 可能白肉多吃一點 特別是今天講的魚肉 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個請教一下 我們的圓醫師 魚肉富含的這個魚油 因為是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對於心血管的照顧 或者對於膽固醇的累積 相對壓力都比較小 其實剛剛紅醫師消息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的原理在什麼地方 那吃魚真的比較好 那當然我個人就是非常不適合 說明的一個人 所以但是 又不得不吃 對 我不需要提醒一個案例 就是說最近我們在開這個 心臟外科繞道手術的時候 那有一位先生才60多歲 非常 我覺得60歲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年輕的 那他很瘦 瘦瘦小小的 然後那個血管非常清楚 很好取 我們都認為是 哇這是非常容易做手術的一個病人 但是我就不禁的要問 我的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說 那你告訴我 他又沒高血壓 他又沒糖尿病 那又這麼瘦 又不抽菸 那他為什麼會得到心臟血管疾病 結果意外的發現 就像剛才那位得腫瘤的病人 他是個單身 所以結婚還是很重要拜託 他就每天晚上沒事就附近的這個小吃店 隨便吃自助餐店隨便吃 那他最喜歡吃的就跟我一樣 可能就是肉肉肉肉肉 那青菜幾乎不拿 然後呢 魚類當然更是不碰 那週末也是一樣素食店 那有一餐沒一餐的 結果你發現他抽血的時候 這好的膽固醇非常非常低 壞的膽固醇非常非常高 所以雖然身材很瘦 可是好的膽固醇很低 壞的膽固醇很高 就剛剛講 所有營養沒有吸收進去 也沒有用到 有吃飽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好東西 所以血管反而是壞得更嚴重 所以我還慶幸 我們拿超音波比較 因為我的血管還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吃魚應該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柯師傅 就要來分享一個 家常健康又好吃又容易血的 鮭魚雪菜嫩豆腐 鮭魚真的是很多家裡頭 有老人小孩的 婆婆媽媽最愛的食材之一 因為第一個像 它乾煎就很好吃 而且魚刺比較大 魚刺比較好挑出來 所以小朋友比較喜歡 那一般我們在市面上 會買得到的 大概就是那種輪切型的 另外一個就是那種橫切型的 非粒 魚肚非粒 就是這一塊還不是在魚肚的部分 這是已經靠魚尾的部分 魚肚的部分像這一個 它就是油脂會 飽和量比較多一點 那另外這個就是鯛魚 鯛魚它你這個買的話 就是那種真空包的那種 那整尾的話比較 現在越來越少了 一定要提醒大家 這兩種魚 如果你在市面上買的話 絕對不要吃生魚片 絕對不要吃撒西米 像我們吃那種生魚片的那種魚 它是冰鮮過來 我懂我懂 對所以一般來講 你就是沒有吃過的話不需要 簡單講啦 其實現代人 如果你真的 尤其家庭主婦做料理 熟食還是最好啦 對對對 那我今天 因為我是用鮭魚肚 所以我連油都不需要 你準備用它的那個自帶油脂 因為它本身的油就很高 所以就不需要 然後放進去以後 然後稍微蓋一下鍋蓋 然後另外這邊呢 另外這邊我準備了這個雞白湯 就現在比較流行的那種雞白湯 什麼叫雞白湯 雞白湯就是 你除了用雞骨架以外 你還要加雞腿肉進去 它才會有膠質 然後呢 所以骨架跟腿肉一起熬出來的高湯 對對對 去熬出來的高湯 然後最少要三四個小時以上 那個腿肉就後面可以變成白斬雞肉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三四個小時就變找不到屍體了 熬到整個化掉 對對對 對對對 都要三個小時以上 難怪那麼濃白 而且我特地加了那個豬背 好 所以非常鮮美 比較鮮味的來源 好啦 那這個是柯師傅 私藏版的高湯 但一般人可能加常的雞高湯也是OK 就可以就可以 你這個就是搭配了高湯進去 然後先把這個豆腐 我今天我特地買這個蛋豆腐過來 然後這個筍 這個是筍把它切成很細小的 切成細細丁 因為我們今天所有的菜都細丁 那我們現在師傅還放了一點點的玉米顆粒 玉米顆粒 然後這個金針菇也可以一起下來 一樣把它切小 對 所以剛剛才講說這個其實是比較細小的丁 我們如果可以多加去攝取多元的不飽和脂肪酸 它比起比較少攝取的人 大概可以降低了14%的這個乳癌風險 假設你要吃生魚片的話 一定要先經過冷凍處理 他覺得奇怪 屁股癢癢 結果我們拉出來一條 2.5公尺長的超蟲 然後所以其實這一道菜的鹹度 就來自雪菜嘛 對 所以你等一下 我覺得啦 就是第一個我在熬高湯的時候 我有放一點火腿 所以它有鹹味 然後等一下我們應該可以 不需要再加鹹味 因為等一下我雪裡紅 我再怎麼洗乾淨 它還是會有一點鹽分 這個雪菜市面上 如果是買來比較鹹 你稍微漂洗一下 再把它擰乾 其實它的鹽分還是會降低 會降低 但是它還是有鹹 一定要經過漂洗 因為雪菜它在揉的時候 可能它在曬或什麼 可能會牽制到有一些細沙 對 所以一定要漂洗乾淨 你即使切碎了以後 我還會再用網塞 再去塞一次 再去洗一次 然後再把它洗乾 而且這樣子就是鹹度也降低 萬一有雜質髒東西 細沙也會透過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整條去洗的話 它那個葉餅的部分 可能有塞在裡面的細沙 你沒有洗掉 所以你在切碎了以後 你再洗一次 好 那我們燒它等它 同時請教一下許醫師 剛剛師傅特別提醒大家 尤其是家庭主婦 處理生鮮料理 保存很重要 因為萬一不新鮮的話 絕對不能生食 那即便是熟食 其實家庭主婦 在採買跟保存的過程當中 也要特別注意 就我這邊有一個病人呢 他是五十幾歲的男性 那這個男生他本身 有一天到醫院來 是說他腳啦 就紅腫熱痛 那一般我們就會覺得 他可能蜂窩性組織炎嘛 那是因為他本身的病史 又有肝硬化 然後他本身又有糖尿病 所以其實免疫力 是相對比較低下一點的 但加上他說他痛的 真的是非常的劇烈 酸痛酸痛的感覺 所以我們為了預防警勝警戒 他那次是沒有發燒 不過我們還是建議他說 他可以先住院觀察一下 然後打抗生素這樣子 結果他住院第二天就發燒了 那燒起來 而且他的那個紅腫的範圍 整個就擴大得很快 而且你為什麼看是紅腫 那後來是轉了 有點青紫青紫的那個顏色 然後就是你用這個 就是去壓他那個紅腫的地方 還有那個啵啵啵的聲音 其實他就是壞死心肌膜炎 就是說他的這個感染 已經不只是局限在皮下組織 他其實已經有跑到了 那個肌肉脂肪這個地方 他是比較嚴重的更嚴重的一種感染這樣子 那青創之後的組織拿去化驗 他其實是有感染到海洋虎菌 我覺得大家可能在新聞上也有聽到 就是說這是一個還蠻 就是他其實死亡率還蠻高的一個感染這樣子 他我們就問他說事後康復以後 他是不是有去海邊玩等等 那他就是說呢 他前一天交種了前一天就去小吃店吃生魚片 就吃完以後他就腳就腫成這樣子 後來就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你們就懷疑他在比較不新鮮的生鮮的店 然後吃了生鮮的海鮮 而且重點是他本身免疫力就是比較差 並不是說接觸到海洋虎菌就一定會感染 而且他本身的一個就是後面的這個病時 他又乾硬化然後又有糖尿病 所以才有後續的這個現象 那其實感染了就是說海洋虎菌以後 他的病程進展很快 大概一兩天之內 可能就會有像壞死心肌膜炎啦 甚至敗血症 那有些病人甚至會有多重器官的衰竭 那死亡率有五層這樣子 所以就是提醒就是喜歡吃生食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免疫力比較不好的話 還是盡量以熟食為主 而且其實我們在料理就是師傅們拿料理這些生 就是魚啊的時候呢 也要注意一下 可能就是帶個一些防護的工具 對 避免說會有傷口感染到 那再來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被魚刺刺到什麼的 就必須要有紅腫熱痛發燒 要趕快到醫院去 所以許醫師講的就是 當一個人免疫力 或者免疫系統比較差的時候 其實生食就存在比較高的風險 這個也是為什麼有一些癌症 或者是在做癌後或者術後治療的病人 醫生都會提醒他們要熟食 以熟食為主 因為萬一他其實身體處在一個比較虛弱的狀況 結果他生食的過程當中 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可能造成這個病後的照顧更困難了 對 那同一時間我們師傅的魚也煎得焦香了 對對對 然後我這個湯也滾了 這個湯滾了以後呢 我們先勾芡它 如果說 因為這個等一下這個東西只是放進去很快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時候先勾芡它 先調味 所以雪菜不要讓它燒太久是不是 雪菜燒太久的話 它的顏色會變黃 而且整鍋湯都會吃味道 對對對 所以一般來講像我們這個先滾的時候 我們就先來勾芡它 好 所以雪菜是最後在下 在提醒 對對對 因為雪菜本身它是已經是屬於那種醃漬熟的食物了 對 所以你不需要煮的鹹很長 然後我們就是一般的流水芡就好 就不要煮那種很濃的羹湯 然後把剛剛煎好的鮭魚放進來 煎好的鮭魚我們放進來 然後這時候再把雪菜放進來 這是我已經洗得很乾淨的雪菜 那雪菜遇到熱它就熟了 所以不需要煮太久 然後這是我們額外添加的那個 就是讓它顏色更漂亮的那個 紅椒 紅椒甜紅椒 然後稍微給它拌一下 拌均勻了以後呢 我們再給它撒上一點點胡椒粉跟那個香油 芝麻香油這樣子 它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它的那個雞排湯 叫雞白湯 真的是大大的加分 我一直在想說那個雞排湯會不會很鹹 其實是不會的 它整道料理是清淡的 直到你吃到它的那個雪菜 雪菜真的是鹹 就比較鹹 所以你如果覺得比較清淡的時候 你就多巴兩口那個雪菜 你可以自己根據你的口味 你可以去調整那個鹹 那它的湯真的是太讚了 我覺得那個 我每次在想說 小朋友都不喜歡吃魚料理 我們說魚料理對小朋友這麼棒 可是因為 媽媽都只會用煎魚或煮魚湯 或說清蒸 可是如果說可以學柯師傅這樣子 多了這麼鮮甜的一個東西 我小朋友會很喜歡的 其實最容易產生一些失智症的 一個高危險族群 就是我們的洗腎病 他們其實有研究 大概4.2% 100個有4.2% 洗著洗著會洗成 變成一個像老人失智症一樣的情形 跑出來 為什麼因為他們很多危險因子 他們可能是糖尿病病患 他們可能洗不乾淨的話 尿毒會破壞大腦 洗太乾淨的話 會把他們的營養素 尤其維生素給洗掉 我就曾經照顧過那個洗腎病人 洗著洗著 就你看他本來是可以走路來洗腎的 最後就變坐輪椅 到最後就躺在床上 到最後他連那個眼皮都睜不開來 然後就他退化 我們有時候想說失智症好像是認知 方便器不會 他所有的功能就像一個人一直在退化 一直在退化 到最後他連吞口水都沒辦法吞口水 那就嗆到肺炎就過世了 那天又有來一個 從南部來的一個洗腎病患 他已經洗了兩年了 那洗來的他也是一樣是糖尿病 來的時候就坐輪椅 人就是感覺就是眼神呆滋 然後就是講他沒有中風 那也沒有骨折他 他就從洗腎開始 他就一直坐輪椅 那就問他家 他以前是在南部洗 我就問他家屬說 他為什麼不能站起來 他就說很奇怪就是很虛弱 那我給他等他抽血出來 我就發現他問題在 他的血中白蛋白只有2.8 正常人的白蛋白是我們的營養指標 3.5到5.2 那我們有一些研究說 你只要3.0以下的洗腎病人 在半年之內 你沒有把他拉上來 他死亡率可以高達50% 有一半病人在半年會死亡 我心裡在想慘了 這個才2.8 那所以後來我就跟 其實他是可以吞咽的 什麼都很正常 我就跟他家屬講 就是要多攝取一些優質蛋白質 他喜歡吃稀飯 稀飯是澱粉類 我就像他說 你知道稀飯裡面 給他加很多的那個魚肉 加一些豆腐 這些都是優質的蛋白 把他蛋白質拉上來之後 其實3個月 他從2.8 他的那個白蛋白就上升到3.8 再過半年之後 他他不是坐輪椅來洗腎 他自己可以走路來洗腎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洗腎病患 那個蛋白質的攝取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他們在慢性腎衰竭的時候 我們常想說要限蛋白 一天只能吃4到6分 可是已經在洗腎 不要限蛋白了 要多給他們吃優質蛋白 不然會越洗越越 整個阿茲海默針就跑出來 而且吃魚除了對慢性病患好之外 許醫師也提醒很多女性觀眾朋友 對於降低或者預防乳癌也有幫助 因為我們現在負癌其實漸漸有一些年輕化的趨勢 除了說跟就是體質家族遺傳有關 就還是跟一些生活飲食習慣有關 我這邊有一個女生 他幾乎三餐就是外食 而且他外食的這個內容 大家都去小吃店 就是裝著一個塑膠袋就帶走 所以其實很難去避免一些塑化劑的影響 那再接下來就是 因為他攝取的食物都是比較偏向高熱量 然後高脂肪類的這個食物 所以他常常雞排跟那個含糖飲料 就是不離口的這樣子 因為他其實在很年輕的年紀 三十五歲吧 我那時候診斷是三十五歲 他就是有乳癌的問題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乳癌呢 英國很知名的一個BMJ這個期刊 他其實是有說呢 我們如果可以多加去攝取多元的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就是魚類裡面其實富含這樣子的一個營養素的話 他比起比較少攝取的人大概可以降低百分之十四的這個乳癌風險 其實如果說我們要換成實際數據的話 大概就是每天去多吃零點一克左右的這個魚油 多餘不飽和脂肪酸的這個成分的話呢 他大概就是可以降低每天啦 這樣子吃的話降低百分之五左右乳癌的機率 所以如果更實際具體化來講 我們會建議女性大概每週啦 你至少要吃一到兩次的魚類 這樣子才有就是這樣子預防乳癌的一個效果 那你假如說常吃這個白肉的話 可以把三三根油脂降低 那就把脂肪酸給弄好 六個月到一歲 這段時間吃魚 他 氣喘的這個機率 比起在一歲之後才吃 大概有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的風險 你去資料說每二十六分鐘就有一個人 因為心臟疾病而這個往生獲得奪命 那心血管的疾病其實跟魚肉或者是膽固醇 或者是油脂的攝取是直接相關的 我們常常講說心臟跟血管是一家人 有些時候大家只說心臟顧好就好錯 心臟就是那台汽車 血管就是馬路 你車子顧得很好 你馬路走得不好的話也很糟糕 所以當你在不吃這種均衡飲食的時候 尤其你不去攝取這些健康食材的時候 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動脈硬化 那動脈硬化的時候 你右手有時候血上加霜 像我有個六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事業做得非常好 每天跑工地建築 然後回來後再算帳 什麼聯絡這個聯絡那個東西 非常非常忙碌 所以不在乎吃不在乎什麼 有高血壓也沒有去注意這些事情 所以也許心臟很有力 可以帶他到處去活動 但是血壓血管的彈性變得很糟糕 所以血管變得有點動脈硬化 然後也沒有辦法有很好的收跟縮 所以這是有一天晚上 他去洗澡的時候 所以大家知道 熱水一下去的時候 血管就會放鬆 熱上冷縮嘛 血管就放鬆 那麼水龍頭一關起來的時候 天氣一冷 我一下一縮 冷熱之間 如果你的血管是有彈性的 它是會做調和 但是當你的血管 如果已經動脈硬化很嚴重的時候 這麼一下子瞬間變化的時候 血管就會爆裂開來 對 那麼這個血管爆裂在心臟上面 叫心肌梗塞 如果爆裂在腦部 叫做腦中風 那這個病人不幸的 它爆裂在這個高速公路上面 我們稱它為主動脈玻璃 血管就整個撕裂掉了 所以它是一個胸前的劇烈疼痛 然後瞬間的痛到背後那個地方 痛到根本站不起來 然後到了急診室後 一測量血壓200多 低的血壓100多左右 那整個都不行 電腦斷層一看 整個血管撕裂開來 那麼一切都得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工作別人接去了 什麼東西 它躺在床上做了個大手術 非常淒慘 所以不要輕忽你的日常作息 從你的飲食吃東西 我是覺得非常均衡 尤其今天講的這些重點 這些事情是會保護你心臟跟血管的 非常好的原料 而且這個蕭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吃生魚片新鮮真的很重要 不然一個不小心會吃出蟲蟲危機 網路上跟大家講說這個魚 假設你要吃生魚片的話 一定要先經過冷凍處理 剛剛柯師傅講的很重要 -18度 冷凍24小時 基本上可以把那個寄生蟲殺死 但是假設說 剛從河裡面剛撈起來 沒有做處理 所以新鮮直接做 那小心裡面會有魚掏蟲 那這魚掏蟲 事實上 他寄生在人的腸胃道裡面 那你假如說 他大概三到五周就可以成蟲了 他就可以產卵了 那這個排泄物到水裡面去 浮游生物吃了他 小魚在吃了他 大魚在吃小魚 最後又回到你身上 所以他大概經過兩個中間宿主 最後又回到人身上 所以這要很小心 那我要提一個是 因為我自己沒有診斷過掏蟲 但網路上有各種好多好多案例 我給你一個印象追深刻 八歲的小朋友 跟著爸爸媽媽很喜歡吃生魚片 結果有一天他覺得奇怪 屁股癢癢的 我們以為說是饒蟲 結果不是 結果拉出來一條2.5公尺長的 超蟲 這麼長 那當然還好是 剛剛才知道 還好有發現 還好是很簡單 一鐵的藥就解決掉 因為現在的藥是非常厲害 但是總是不要得到寄生蟲 所以想到就覺得有點噁心 我問你 所以從腸胃科的醫生的角度來講 小孩還是不要讓他吃生魚片 對不對 對因為他的免疫力 終究還是不是非常的成熟 所以除非是 但是小孩還是讓他們熟食 熟食 還有吃魚 吃大的魚 不要讓他刺到像我一樣 一輩子現在都還有心裡有陰影 真的 那接下來我們龍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鯛魚咖哩燒 鯛魚片是台灣最平價的魚片 沒錯 但是把它變美味就厲害了 對 因為鯛魚片 其實它是沒有骨頭 沒有刺 所以是很好的取得一個魚肉 但是在這個煎的過程要稍微 有一點小方法給他 那本身像鯛魚的話 會最好是先用一些像鹽巴 一小匙跟米酒一大匙來醃製 好 我們這個是鹽巴米酒醃過的 對 上面有一些這個是義式綜合香料 因為鯛魚本身它的香氣 沒有像鮭魚那個煎下去就有油香 所以我建議可以用一些義式綜合香料 增加它的香氣 好 那再來煎的時候呢 有一點小技巧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說因為像鯛魚它沒有 它是比較沒有外皮 它的油脂是沒那麼多 對 要裹粉 一定要上一點的這個麵粉 對 所以我們醃大概醃多久 這個大概醃差不多十分鐘就可以了 對 然後真正要煎它的時候 裹一點點麵粉 那它表皮會有一個焦脆 而且也會讓它水分比較不流失 對 沒錯 而且鯛魚跟鮭魚又不一樣 是它油脂也比較少 像剛剛柯師傅那個 比較肚子部位的鮭魚 煎完其實還是有魚油的 魚油 對 那鯛魚的魚油就會少少很多 對 但是鯛魚它的蛋白質 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營養成本也是很高 國內就是說 常常在推廣就是像這個台灣鯛 這是推廣的一個主力的地方 而且如果有些小孩或老人還是覺得鯛魚有一點點味道 或者土味的話 其實你烹調可以用比較重的香料壓下去 所以師傅今天用了義大利的重合香料 然後待會用咖哩的這個香料 來燒它 那這個油鍋的溫度稍微要熱一點點 好 那我這裡的鯛魚片是切的比較稍微大一點點 因為第一個就是它面積到在煎的時候 比較好熟成 那第二個煎的時候顏色會比較好看一點這樣子 而且你這個麵粉粉質 待會兒如果要吃那個咖哩的醬汁 它剛好也會吃得比較濃郁 對 比較容易吃得上去 好 我們先煎 然後師傅另外熱鍋熱油這一鍋 準備要來燒這個咖哩的醬汁 咖哩 對 這邊油大概差不多兩湯匙 那這邊我要煮一個咖哩的調味 對 最主要是這個咖哩粉可能要先做一個炒的動作 好 這是非常重要 才會有香氣 那咖哩粉其實你在市面上就是可以像買一些市售咖哩粉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第一個就是 熱鍋熱油炒咖哩 對 那只要熱了之後就火著就要關掉了 就不要再下了 把咖哩的香氣炒出來 好 其實現在已經聞到咖哩香了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咖哩香氣出來 那再來我這邊有一個這個果條 這個要先下去 果條要先下去 對 半條 對 因為這個等級條很像這個是澱粉質的東西 對 不然大概果條吃起來會沒什麼味道 所以它現在會吃那個咖哩油的味道 對 咖哩的味道會上去 那這個果條買回來切完之後 先用熱水稍微洗一下 因為它裡面油滿多的 要洗一下 那我先把這個果條先給它做一點調味 好 這鹽巴 大概一小時的鹽巴就可以了 一小時的鹽巴 對 然後再來一小時的糖 主要是讓果條可以吸收這些味道在裡面 好 這樣果條就不會完全沒有味道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像我剛剛我會準備一些比較蔬菜類的東西 像這個洋蔥 洋蔥都放進來 然後這是像這個玉米筍 對 還有一點菇跟櫛 櫛 一些蔬菜類的在裡面 這個就冰箱有什麼都可以下什麼 對 因為反正咖哩百搭 對 好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小番茄 好 對 小番茄 好 那我就把這邊的其他的這個調味料 像這個牛奶 這牛奶就下去放進來 對 而且奶就會讓它的咖哩滑順一點 對 那蔬菜的話就是 放一點這個起司粉 對 起司粉 取代那些鹽巴在裡面 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燜燒它 對 然後這邊 這個鯛魚 你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酥脆 就是我們的那個魚片其實是容易熟的 對 所以讓它定型讓它的香料跟那個 薄薄的麵粉 是的 其實讓它成型 對 就非常的容易 對 沒錯 好 你看一看 這個其實我們在煎的時候是 如果你希望它酥脆一點的話 可以兩面都煎得很酥脆 那我在做的話是 希望保持一面的口感是 稍微有一點柔軟的 所以我這個時候呢 來 就要把這個整個魚片丟進來了 然後因為要讓它待會兒再吃我們的咖哩的 其他香料 對 然後因為蔬菜還沒熟 所以我先蓋起來 讓它稍微悶熟一下 那我們悶它的同時請教一下洪醫師 順便問一下 痛風的患者吃魚肉 不管是鯛魚鮭魚有沒有要特別注意 我就先講一個案例 這個是要叫做那個 釣太多魚也不是好事情 我有一個慢性腎衰竭的病人 他大概60歲的時候 他的腎功能大概剩下一般人的一半 大概50分左右 他從年輕的時候就痛風經常發作 那人家痛風一發作的話 他可能會吃藥 打止痛針 所以他腎功能衰退是比較快一點 可是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發作了 因為他自己大概已經知道 哪一些東西一吃就會發作 可是最近他回診的時候 他腎功能快摔退到40分 那他就跟我說洪醫師 我知道這次腎功能已經不好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去釣魚 我說釣魚為什麼會產生腎功能不好 他說那個池子非常非常好釣 他那天釣了滿載而歸 那釣到的都是一些台灣釣 就無國魚 那他拿回家之後 他太太就把他全部都塞在那個冷凍櫃裡面 那之後因為他太太也是一個很省吃兼用的 接下來一個禮拜中餐晚餐 每天都是吃那個無國魚 而且吃的一語可能多次 你知道很多料理都是 他就這樣吃吃到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就睡醒 他就他就知道突然大拇指 那個腳大拇指紅腫熱痛 他馬上知道又又中了 那他就過來看 那我在想說 這當然一抽尿酸已經高達10點多了 因為吃了一個禮拜 他腎功能不好的人排尿酸 本來就比較糟糕了 我剛剛講魚肉實際上是很好 那我們一天如果要吃到十份的蛋白質 你要魚肉蛋奶豆類要均衡攝取 比如早上中午吃一份晚餐吃一份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的手指這樣三根手指大小 再這樣一份的一個蛋白質 這一天大概吃一到兩份的魚蛋白 就是你如果魚肉在蛋白質裡面 尿酸是含量是高的 那你如果吃了他 他在估我他一天大概吃到六到八份 左右的魚肉蛋白 所以那個普林當然會太高 這是他發作的原因 所以第一個 我是建議說不要攝取過量 第二個你如果釣到很多的魚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左鄰右舍 不要全部往你的冰箱塞 好 對這個差不多 你看一下已經全部都煮滾了 那這個時候稍微就把這些食材 全部攪拌一下 所以你剛剛那個國仔條 剛好在下面吸飽所有的味道 吸飽湯汁 對 然後魚肉待會可以沾著這些醬汁 一起來吃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我們的銀色 前面就一個大的誰吃 裡面全部都是養烏鍋魚 那時候覺得 有曾經吃過的鯛魚 就覺得土味很重 就想不到現在的台灣鯛 改良得這麼好 吃起來真的是先認多吃 非常的好吃 這不容易 因為那個義大利香料很重要 都是香料味 所以你完全沒有那個土腥味跟土味 對 沒有錯 沒有那個土味大家就接受度相當的高 所以這真的值得推廣 那當然這個魚肉裡面 剛剛一直 我們一直在提說 它裡面的不飽和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很多 特別是裡面的 Omega-3的這種脂肪酸 那Omega-3對於我們 我們感染腸胃科對肝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Omega-3它可以抗發炎 但是Omega-6就不太好 它會促進發炎 所以那它除了說可以降低膽固醇 壞的膽固醇以外 它也可以明顯的降低三酸甘油脂 所以我們現在在醫學上 我們常常會吃 有些藥用的魚油 來降病人的三酸甘油脂 那我們在感染腸胃科裡面 最重要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現在幾乎是台灣 是最常見的肝病 那你假如說常吃這個白肉的話 吃這種魚肉的話 他真的可以把三酸甘油脂降低 那就把脂肪肝給弄好了 那所以我們在肥胖的病患 假如脂肪肝 他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會跟他交代 請你少吃紅肉 少吃紅肉要多吃白肉 那我們在節目中 我們也講了很多次 因為紅肉裡面鐵非常的高 鐵多就會傷肝 因為鐵太多會製造自由基 那自由基去破壞肝臟細胞膜 那就會發炎 GPT會高起來 那反過來講 魚肉就沒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他鐵又不多 所以他不會發炎 那再來又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 油脂就不會激到肝臟裡面去 這樣他脂肪肝真的很快就好 我舉一個例子 一個五十歲的電子工程師 那他是因為肝功能異常 體檢嘛 每年年度都會體檢 那個GPT85 那我們都知道他正常是40 他85 那就被被廠戶轉到診所來 那我跟他超音波看一下 中度脂肪肝 那看一看170公分的人 大概80公斤 胖胖壯壯的這樣 一抽血當然鐵也不低 鐵兩三百 可是他沒有接受放血治療 那我說我們開始減肥好不好 他接受了 其實一般男生要叫他減肥不太容易 可是他願意 那這減很減 我們在兩個月的時間 八個禮拜 這個人總共減了八公斤 那八公斤以後 他肝功能是從85 迅速就降到剩25而已 那很特別 他的鐵蛋白 在減肥結束以後再去抽 就剩下100左右 我說沒有放血喔 那怎麼會就降下來了 當然我們每天 我們身體會代謝掉一點鐵 可是也非常重要 是這段期間 他紅肉真的吃得非常少 所以白肉很重要 吃白肉取代紅肉 那麼肝臟就比較不會發炎 所以這個促進肝膽殘胃的健康 魚肉很重要 而且這個雲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有脂肪肝的觀眾朋友 不只肝臟的功能 可能受到傷害跟影響 有脂肪肝的人也比較容易高血脂 同時也比較容易動漫硬化 其實脂肪肝的概念就是說 脂肪被囤積下去 那囤積的原因就是你吃太多 消耗太少 那或者是你給他清潔的時間 不夠用 所以通常是熬夜加班 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膽固醇 沒有辦法很好的代謝的時候 他就不是在血管上囤積 就是在肝臟上囤積 就囤積這個垃圾這個情形 所以釋放肝臟的時候 你第一次要想到說 他的睡眠品質好不好 他的運動量夠不夠 他到底攝取了什麼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顧好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我們有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 她就是因為擔心老先生 擔心孫子 什麼家裡的事情都要顧 反正每天就忙碌的要命 你就發現他的血管真的是不好 血管不好的時候 睡眠不好的時候 還會誘發所謂的心率不整 心率不整 所以他有脂肪肝 膽固醇又高 然後又心率不整 心率不整 尤其在心房颤動的時候 常常就會產生血栓 對 莫名其妙去產生血栓 那血栓一產生的時候 這個血栓如果跑到腦部 就中風 有些時候這個血栓 跑到身體其他部位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血管外科 最在乎的叫腳中風 他會突然間經過大血管 到兩邊小血管後 咔嚓 把小血管給堵住了 那他馬上下肢就劇力的疼痛 那馬上就會造成腳中風的現象 這不緊急去搶救他的話 這隻腳就壞事了 所以身體的每個細節一定要助走 那我問一下原因是心率不整 是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心跳 蹦蹦蹦蹦蹦跳 或者是跳的時候 感覺不是很穩定 心率不整是有明顯 而且具體的症狀的嗎 一定會有的 心率你平常養成習慣 自己摸自己脈搏也是一樣 你會感覺到蹦蹦蹦蹦蹦蹦跳動 可是他應該是穩定的 但是他如果是心率不整的病人 你一去摸的時候他就會 那你自己心臟都會有時候 會感覺到 就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感覺到自己 突然心跳很不穩定 那個都要懷疑是心率不整 對 尤其你有壓力 你睡眠不好 或是你有中老年人以上的話 你還要擔心 供應這個心臟發電機的血管 有沒有暢通 我們通常講的是 右側的冠狀動脈 心臟的右側冠狀動脈 他剛好供應這個心臟的發電機 如果那個地方有動脈硬化 血管有點這個動脈硬化 狹窄的時候 有些時候也會導致不好的心率不整 那如果自己已經感覺到 自己有點心跳的不穩定 或者心率不整 是要看什麼科別 心臟科 就是說要做什麼檢查 理論上來講 如果你已經很嚴重的話 我用聽診器 就可以聽出來 你有心率不整 當然聽診器聽出來 我沒有辦法區分是 心臟的心房心事不整 還是心事的心率不整 所以這時候可能要做心電圖 如果靜態心電圖 就可以很清楚看出來的話 那也可以馬上做診斷 那實在不行的話 我們會鼓勵做24小時心電圖 那24小時心電圖 就是背台機器 我觀察你24小時 看這一整天的情形 那我們也是鼓勵大家 當你被掛24小時心電圖的時候 你那天一定要多做點事情 稍微熬夜一點 稍微吃多一點 稍微吵吵架 要刺激一下子 否則我以前真的有個病人 就是好不容易 帶一台機器回去了 他就一整天坐在電視機前面 那就心率都很穩定 非常穩定 所以我們看了半天 什麼也沒有 就說好吧謝謝 他搞不好打開爭論節目看一下 或者跟老婆吵架一下 才能撤出有沒有心率不整 稍微刺激一下子 才有意義 沒錯 就是說要讓他有波動 才能撤出他真正的心率穩定 對我才能知道說 你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是心房出問題 還是心事出問題 還是怎麼樣不協調的情形 那問一下許醫師 而且這個季節 因為換季有很多觀眾朋友 如果容易過敏的話 多吃魚也可以幫助抗發炎 調養一下體質 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問說 怎麼樣去預防 就是說小朋友過敏 或者是說有氣喘等等的問題 那我其實有一個親戚的小孩 他現在是小學二年級 他平常的時候 其實只要運動後 或者是說他晚上睡覺 或者是剛睡醒的時候 他大概就會有咳嗽 有痰的這個問題 然後有的時候 還會病發有一些比較喘 然後就是呼吸起來 就很典型 那哄哄哄的那個聲音 所以他其實就被醫生診斷 他的確就是一個小兒過敏 就是他一個小氣喘兒這樣子 對 那有一次他是在經歷一次感冒以後 就去跑大隊接力 結果跑到中途就急性氣喘發作 然後就整個人整個呼吸窘迫 然後失去意識了 然後就被送到醫院去 後來因為呼吸有比較衰 有比較呼吸衰竭的現象了 所以就必須要先到家戶病房觀察 所以就是經過一些氧氣跟呼吸器的一些調整之後 他一個禮拜之後才出院 那所以其實過敏這件事情 他的確還是跟爸媽媽遺傳有關 你如果說是家長本身就已經兩個人都有 就是有氣喘的話 那小朋友通常也逃不太掉 小兒科醫學期刊 他就是他去調查就是說吃魚這件事情 一個小朋友他什麼時候開始吃魚 他看了七千多個個案 然後呢分成說六個月之前吃魚 然後六到十二個月之間吃 或是說你一歲之後再吃 結果他發現呢 在六個月到一歲這段期間吃魚 他氣喘的這個機率 比起你在一歲之後才吃 大概有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的風險 如果要去解釋他的話 他就說六個月到十二個月這段期間 大概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他就是開始在發育的幾段期間 對啊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可以提供給爸爸媽媽參考 你們可以就是如果說是怕對於本身 就會有過敏現象 可以先少量嘗試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儘早去暴露這些過敏源 對於小朋友的這些免疫發育 其實目前是OK的 好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嚀 經過今天的節目 我們發現魚肉是一個富含一些好的 油脂蛋白質礦物質維生素的一個食物 但是不同的烹調方式 可能會讓你的營養素流失 我們講最好的一個方式叫清蒸水煮 他可以把那個營養保持得最完整 接下來是燒烤 那最不好的是用一些紅燒 或者說煎油炸的這些魚 他們發現經過紅燒跟油炸的 你把那個營養素大量流失之外 你又吃了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烹調跟油脂 反而得不到吃魚的一些好處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要不要吃生魚片 我們會建議隨時生魚片偶一為之 但是小孩或老人 或說免疫不全的 或是在吃類固醇的這個 千萬不要吃 另外要選擇比較好的一個海域來源的 比較乾淨的一個地方 這以上幾點提醒大家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魚片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播在年代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 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